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淡水有一個古蹟叫做淡水騎宅施加古厝 那這個古蹟是在2005年就被認定當時的縣政府認定為限定古蹟 那麼它的有一個很特殊的重要性是它是在淡水市區唯一一個不是寺廟的清代院落建築 簡單白話一點講就是淡水在市區唯一的三合院 三合院市的建築 那這種清代留下來的老的建築在目前淡水市區都沒有了 只剩下廟 那不是廟的就只有這一間 因此它是建政戶尾街過去非常繁華的商業時代非常重要的一個建築物 那到了2010年開始產生爭議 因為2010年重建街拓寬的議題變成非常的爭議 那後來2010年的年底呢 重建街被拓寬了一半 就30號以後拓寬了 那30號以前 接下來到那個媽祖公旁邊是沒有拓寬的 那這個案子就等於是有點就平靜下來了 但是到了2012年的時候呢 本來市政府要來修這個施加古錯要來做維修 但是因為牽涉到重建街拓寬與否的問題 那些支持拓寬的市議員 就為了要確保他們能夠順利的拓寬 那因為施加古錯擋到他們拓寬的路了 於是想要把施加古錯拆掉 但是大家知道 古蹟是受到法律的保障的保護的 它是不能夠隨便拆的 因此他們就採取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方法 非常過分的做法 就是呢 先讓市政府通過預算去維修這個古蹟 然後修到一半 古蹟拆了那個建築散落滿地的時候 又把這個維修古蹟的預算砍掉 所以市政府的維修作業不得不停下來 所以簡單的說 就是施加古錯的維修工作 是做到一半停了下來 因為市議會把所有的這個維修的經費刪掉了 那麼更進一步更過分的事情是 到了2013年的年底 要來審2014年的預算的時候呢 新北市議會通過了兩個決議 一個決議是這個施加古錯一定要拆除或遷移 否則淡水區所有的古蹟維修經費通通都不准動之 也就是目前一直到現在已經一年了 淡水的古蹟是處於沒有經費做修復的狀況 已經一年了 原因是因為其中的一個古蹟施加古錯 新北市議會想要把它拆除 另外一個決議更擴大 他把整個新北市的世界遺產潛力點推動計畫 一共86萬元全部刪除 那跟各位報告 新北市它的所謂世界遺產潛力點被文化部認定為世界遺產潛力點的地點 並不只是淡水 它還包括了 除了淡水的紅毛城之外 它還包括了大屯山火山群 水金酒礦業遺址就是金瓜石那邊的礦產的遺址 也包括熱身療養院 因為新一屆市議會可說是一個嘲笑也大的階段 那我們希望說既然民進黨有這個機會 在野智力有這個機會 能夠在新北市議會這個地方呢 取得這樣一個成績 那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展現 這能夠展現在野監督的力量 好好去監督 並且去改善舊的一屆市議會 所造成一個錯誤的決策 首先我們要求的是 新一屆新北市議會 應該要改變原來的決策 讓原本的私家骨錯的拆除要求 應該要撤回 並且呢 能夠讓原本應該撥好 依法編列的骨基修復的預算 趕快的讓它通過 趕快讓私家骨錯能夠修復 趕快讓整個淡水的 淡水的骨基修復的預算 也能夠趕快的解凍 然後才能夠讓事情趕快進行下去 那此外呢 更重要的是 也要恢復 新北市世界一餐錢力點 推動計畫的經費 如果這三樣訴求 也就是私家骨錯 被拆除必須趕快修復 以及淡水區的骨基的維修經費 應該要立即的解凍 此外 新北市市議會一餐錢力點的 推動維護的經費 也要趕快的進行下去 否則這三樣去了一樣 那未來 淡水 新北市 淡水老街 這些重要的文化資產 以及未來能夠全民所公共產黨的文化資產 並且能夠讓台灣在國際上 更容易被看見的一個機會 非常白白的消失 那我們希望說 新世界市議會 能夠趕快的去改變 舊的市議會 所做的錯誤的決策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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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